强花正在收拾厨房垃圾 忽然垃圾袋诡异地动了一下 不好的预感又来了 她打开垃圾袋翻看 一个调料罐掉出来滚到了柜子下面 她松了一口气 以为是自己太敏感了 正当她准备擦掉地上污渍的时候 柜子下面又传出了罐子移动的声音 她好奇地趴下去查看 后妈闻声赶来 看到烤肉被撞到地上 她疯了似的拿起一把叉子 对着强花大喊起来 幸亏妹妹和父亲也跑了过来 后妈只是捡起地上的肉 没在说什么 前男友马特被后妈警告后 第二天就被发现逆亡在了海里 那刚才的一幕是不是警告强花 接下来也有危险呢 害怕的强花找到父亲说后妈有问题 父亲感觉她这是无稽之谈 谈话也就不欢而散 第二天父亲要出差去外地 父亲走后 后妈告诉姐妹俩 今天要参加马特的葬礼 葬礼上 伤心的强花望向害死马特的后妈 后妈的表情非常的冷淡 这让强花恨得牙痒痒 后妈向前给马特献花 昨晚吓人的女孩居然出现在后妈背后 强花倒吸一口凉气 那个女孩引着她往旁边树林走去 强花追上去 看到女孩又拉起两个男孩 接着往前走 强花这下更好奇了 三个小孩手拉手拐进了灌木从后面 强花走过去 却发现他们不见了踪影 疑惑的强花四处张望 一不小心踩进了一个虚眼的深坑里 她爬起来仔细一看 下面有一块石碑 再仔细观察周围 又发现另外几块 强花回家查石碑上的名字 居然查出了一桩悬案 几年前 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 一家四口被保姆换金杀害 那位母亲的项链 也被她当作纪念品拿走 换金作案后 潜逃至今 一直没有任何线索 姐妹俩想到后妈 就戴着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虽然后妈说她的名字叫莫文体 但她很可能是用了假名字 妹妹提议偷来项链 先去警局报案再说 俩人在屋里讨论 丝毫没有想到 后妈就站在门外 听得一清二楚 随后 强花上楼准备偷项链 看到后妈房间门开着里面 没有人 她进去刚想打开首饰盒 后妈出现在门口喊住了她 强花有点心虚 没想到后妈自己拿出了项链 强花不明白 后妈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后妈接着说 这个项链没有任何特殊意义 强花想要的话尽管拿去 倔强的强花真的过来要拿项链 被后妈一把抓住 另一只手举起麻药想刺强花 扭打中 强花摔在了地上 后妈过来想接着注射 被强花捡起一个瓶子 连着砸了好几下 趁着后妈迷糊的功夫 强花在楼下找到了 已经被打了麻药的妹妹 妹妹嘱咐强花先去报案 不用管她 强花刚跑到车里发动机器 后妈追了过来 上前就打开了车门 强花赶紧挂挡 一脚油门甩掉了后妈 直奔警局而去 来到警局 强花拿出项链 并给警长把前因后果收了一遍 警长拿着项链若有所思地站了起来 他告诉强花 现在就去传唤后妈 这里很安全 强花可以休息一会儿 放松下来的强花 强花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不知多久 强花被开门声惊醒 后妈居然出现在面前 强花刚想坐起来 没想到警长居然帮后妈控制住了她 强花无力地挣扎 后妈的针顺利刺进了她的胳膊 很快 强花就失去了意识 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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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